大家好 欢迎来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原石选豆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尼加拉瓜愉悦庄园的爪哇种咖啡 在介绍这支豆子的时候 常常有朋友会疑问 为什么又听到尼加拉瓜 又听到爪哇 因为爪哇是在印尼 一个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印尼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咖啡生产国 爪哇是印尼里面非常知名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它种植咖啡有超过300年的历史 但是在大约100年前 爪哇这个地方遇到了夜秀病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咖啡树 都被换成了罗布斯塔的品种 所以原本爪哇岛最经典的 爪哇品种的咖啡 现在在印尼的爪哇 反而很难可以看得到了 现在在尼加拉瓜 经过了富裕 可以去喝到当初在爪哇岛 被全世界所熟知的这个品种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这当中有一个故事 那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支豆子 是来自于渔越庄园 那是来自于米耶瑞许家族 旗下的一个庄园 那这个米耶瑞许家族 它旗下有很多庄园 它时常要到各地考察 那有一次他到了尼加拉瓜 在他们庄园考察的路途当中 他遇到了路边有人跟他招手 想要跟他拦车 那其实在这个咖啡生产的地方 如果遇到路边有人拦车 有的时候会因为安全的考量 基本上可能不太会去理会他们 但是这个米耶瑞许先生 他就觉得说对方可能是需要帮助 所以他就停下来 那听听看对方他有什么话要说 那后来了解到说 这一位跟他们拦车的当地人 他其实是当地的一个咖啡研究组织的员工 那他们的咖啡研究的实验室 因为遇到一些困难 那倒闭了关闭了 那这些实验室呢就把里面的一些种子器具 给他们的员工当成这个资钱费 那这个米耶瑞许先生 那知道他的故事之后 就愿意花钱把他手上的这些种子跟器具买下来 那再带回到他的庄园里面去种植 那种植出来之后 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所拿到的这个品种 就是已经在这个爪哇岛本身都很难得可以看到的 几乎是已经消失的这一个爪哇种 所以经过他的富裕 那在尼加拉瓜的庄园 开始来种植这个爪哇种的咖啡 那后续他也把这个种子分享给其他的庄园跟国家 所以大家慢慢的也可以看到这个爪哇种的咖啡 会在爪哇岛以外的地方常常来出现 但是因为这个咖啡其实他也不好种 那不好照顾 但是因为他的风味独特 所以很多庄园他也愿意花心思来照顾他 那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来喝这一支 非常特殊的在尼加拉瓜富裕的爪哇种咖啡 好我们先闷蒸 那这一支咖啡我会建议用大约85度的水温 来做一个冲煮 因为这支咖啡的调性 他的风味蛮丰富的那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味道 那稍微用低一点的水温 可以让这些味道比较平衡的呈现出来 那我们闷蒸让他的排气跟咖啡粉能够充分的湿润 大约3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做一个注水 那今天用我们这边习惯的方式 我们慢慢的绕圈来搅拌咖啡粉 让咖啡里面的风味可以充分的把它释放出来 那我们今天的水温用85度 那我们刚才准备的大约15克的咖啡粉 我们用1比15的粉水笔来做一个注水 所以我们现在的注水就慢慢的注到 我们希望的15倍的粉量 这样子的一个水量 那我自己习惯的冲煮方式 会让水在水面的表面看起来是蛮平静的 但其实力道是穿透到水面下 那利用水流的方式来做一个搅拌 把咖啡的风味把它利用搅拌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这一支咖啡它的风味很独特 那也很多很好的味道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把咖啡粉里面好的味道都萃取出来 那一次的注水可以比较是浸泡 而且长时间搅拌的效果 可以让这支咖啡本身的甜感跟厚实度呈现得不错 那我们今天用的滤杯是Hario V60 它是一个流速比较快的滤杯 那用的是山羊阿巴卡麻纤维的这张滤子 流速也是比较快的 所以利用快流速的器材 那搅拌搅拌跟浸泡的手法 让这支咖啡的甜感跟层次感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支咖啡 这支爪哇总的咖啡风味非常的独特 我们冲煮出来一开始喝的时候 前段比较容易感觉到像是柑橘或是莓果 这一类细致的水果风味 那它的甜感很强 有非常强烈的蜂蜜 以及糖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那在尾韵上面 我觉得它的调性有点像是蓝山咖啡 它带一点木质调 带一点坚果类和果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的风味上面是非常的丰富 那口感也是很饱满的一支咖啡 那甜感很明显 所以喝起来是一个很顺口 那你又可以透过不同的温度来喝的时候 去感受到它温度的这个变化 风味的变化 那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咖啡的体验 那这是一支非常值得来尝试的咖啡 因为这个是经典的爪哇种 那从印尼的爪哇岛 因为遇到了夜秀病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印尼继续让大家喝到 但辗转 因为这个米耶瑞许先生 他的一个善心 愿意帮助一个当地的民众 意外的得到了这个爪哇种的咖啡 让他在尼加拉瓜 可以去种植出这个非常棒的咖啡品种 带有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性 我觉得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大家来细细的品味 这是这个月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原始选豆 是来自于尼加拉瓜 愉悦庄园的爪哇种咖啡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